一个人在一个团体当中位置很高 不能包容 一听别人批评了就跟人家对立 甚至于搞一派一派 那这个对团队的负面影响很大 这个造的罪业就大了 所以人位置越高 越应该有一种态度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应该让这个团体的风气越来越好 所以宫门好修行 当官的 在高位的人好修行 因为他影响的面大 同样的 另外一个角度看 宫门好造业 他态度不对了 带坏底下的人 带坏风气 这个罪孽就深重